中山区公所举办一年一度的成年礼 吸引许多父母带着即将迈入成年的孩子前来参加 仪式中首先由家长以花环为冠 为礼生进行家冠礼 接着为礼生佩戴领巾 以巾为锦 象征前程似锦 接着由家长赠送传承礼 勉励孩子在迈向另一个人生阶段后 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人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现在高中毕业了 已经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我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活动 可以让他理解到自己已经成年了 然后可以为自己 可以去开阔自己的天空这样子 因为女孩子啊 女孩子都比较漂亮 所以我想说送她一个有纪念性的东西 对就是我们母女之间的一个默契这样子 对于自己确实长大是更有实感 不然平时好像并没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让自己好像确切的认知到自己确实是成年长大 这是一个还蛮有意义值得纪念的一刻 那也让小孩子知道说 他成年之后该赋予他的一个责任 交给他家里的就一把钥匙 那这个就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开 一个是锁 那开呢希望他能够迎向未来 然后解开未来的一道道的难关 然后再来就是锁 那希望他能够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把家门锁起来 也等于是把自己的脾气锁在家里 然后以后能够除外警言盛行 然后让自己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平安顺利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我能够代表我们庄山西民宿会 来鼓励所有的礼生 今天这个办成年礼 祝他们在我们新的人生阶段 都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跟抱负 能够说尽量去让自己能够去成长发展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 也在此勉励他们 鼓励他们能够以后都能够非常有成就 我们每一年成年礼 其实就是一个成年的象征 那中山区公所会去安排 我们的礼生 这个穿越我们的智慧门 它会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然后会产生智慧 然后会这个 再来就会有璀璨的人生 那戴头冠跟带领巾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也是成年的意思 能够成先起后 然后既往开来承接社会的责任 那当然也有安排父母亲做一个传承礼 那我觉得这个是成年礼生最重要的一个传承礼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这个传承他们家很温馨的加峰 把这样的他们家的文化这个延续下来 这个是在成年礼里头比较是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中山区公所跟民俗委员会 也是要这个给他们一些成年礼的这个纪念 那我们有送了多肉植物 那也送了礼券一千块 那当然文昌公也送了这个文昌帝君加持的这个文昌饼 那中山区公所得送的多肉植物 是希望这个象征 其实成年是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那希望他们能够茁壮 他们能够长大 然后能够开启更美好的人生 活动中还特别安排趣味团体竞赛游戏 让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立委王宏伟与市议员林甄宇也亲自到场祝贺 祝福礼生们有个充实愉快的暑假 也勉励大家勇于面对自我 拥抱自己的情绪 刚才观察了一下 那我觉得好多礼生跟爸爸妈妈的感情都很好 都会这样子送人谢谢资礼 那其实我想最主要的是 跟爸爸妈妈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是在学业上感情上 或者是在生活上 可以多跟爸爸妈妈讲 那如果觉得跟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说的 其实包含在学校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源 还有包含个朋友 包含个同学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对人家分享 如果大家会碰到一些 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人和事 特别是有关于你账户上面的事情 或者是打工的事情 最好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好不好 那么洪雅也祝福大家 成年礼快乐 也祝福大家 有一个非常丰富 而且安全的暑假 成年我觉得不是一个所谓要放手 或者是说 真的长大了 没办法负责 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 但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成年就是对于自我认知的开始 自我察觉的开始 不管大家是要测过NBTI 或者是说 透过各种不同的测验 来去发现自己 最近我才刚看完了一部电影 叫做脑筋极转弯第二集 那在里面 它刚好正好是讲到成年之后 或者是青春期的转类点 我们可以拥抱自己的各种情绪 开心难过 正面负面 不管是任何的情绪 我相信成年就是拥抱自己各种不同情绪的开始 所以在这边 就祝福大家 好好地拥抱自己每一个情绪 因为接下来的人生是我们可以不断去尽情地挥洒 跟释放的开始 那在这边还是一句话 我们永远都是爸妈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拥抱 爸妈心中那个还不想长大的孩子 祝福大家 中山区公所透过举办成年礼 鼓励年轻学子展现青春向上的精神 并怀着感恩之心 孝顺父母回馈社会 同时在众人的祝福下 都能够展翅高飞勇往直前 迎向更美好的人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